今天的ET個股推介是美團3690 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業話早選選原因是 美團預計11月底公佈業績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美團可以延續第二季以來的虧轉型趨勢 第三季經調整盈利9億9千萬人民幣 收入案年升2.8%至625億 全年計經調整虧損收窄到13億 2023年將會轉型136億 業務分行之中摩根士丹利預計 第三季核心本地商業收入增加2.4% 去到461億 經營日例增加9.8%去到83億 大肆反彈市場憧憬內地防疫政策放鬆 餐飲和旅遊股做好 美團就從事餐飲外賣酒店及旅遊預訂等業務 股價昨天升了5%至146.7 上次8月到10月上旬的低位160元的水平 升穿就在上網9月中高位大約180元 短期風險包括美國加息的步伐 內地疫情、地緣政治局勢等等 如果美國聯儲局維持激進加息 將會不利新經濟股的估值 又或者是內地隔離政策將會放鬆 只是屬於傳言 手提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